接下来上个部分叫能源的利用跟开发 我在我们前面教过的 在一般的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过程当中 能量的总和是不变的 我们称为能量守恒 同时我们也知道总质量是不会变的 所以叫做质量守恒 这是指的是一般的化学变化跟物理变化 但是如果牵涉到核反应 那就会有个1等于mc平方 那个时候就不叫做能量守恒或质量守恒 而是叫做质量守恒 因为它的质量会转换成能量 所以就不是质量守恒 也不是能量守恒 而叫做质量守恒 质量跟能量加起来的总和不变 一般的化学变化跟物理变化是能量守恒 质量守恒 牵涉到核反应就要叫做质量守恒 然后呢我们也讲过这件事情 叫做能量的总能量守恒 总能量不会变 总能量不会变 但是可利用能会怎样 越来越少 因为在每一次能量转换的过程中 总有一些能量会变成散乱无法利用的热能 所以可利用能量会越来越少 这我们前面教过了 所以一个叫能量守恒 一个叫做可利用能量会越来越少 可利用能量越来越少 因此为了要这样子 我们就要能够节约能源 我们就要能够好好的利用能源 然后呢让它充分的发挥它应有的功用 那我们就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这里讲到了气垫共生 讲到了一个储存 当会都有例子来跟你说 我们怎样来善加利用这些能量 这是一些转换的效率 你不用背 看看就好了 你会发现灯泡的效率非常怎样 第一 我这里写热效率 其实是转成你可以要用的那个 转成你要用的那个 所以灯泡只有4% 我吃电吃了100% 发光只有4%而已 想说变成什么 热 散掉 所以我们说日光灯非常的 对不起 灯泡非常的耗电 没效率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淘汰掉 要转换成什么LED 比较省电 比较省电 这样子 OK 看看就好了 不用背发 就告诉你说不同的东西 有不同的转换 总有一些会不见 会跑掉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能够提到它的效率 增加我们可利用的能量 那我们现在都用电 可是电目前的麻烦 有办法储存 电一定要出去 又存不了 又存不了 要怎么办? 如果多出来要怎么办? 多出来我们就有一些转移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有个大关发电厂 抽续发电 怎么做呢? 晚上用电量少 发出的电没有用还是要出去 转轻轻轻轻轻轻消去损耗掉了 我就拿来把下面的水抽上来 存在上面 电能换成胃能 白天要的是把它放下去 会发电 反正晚上的电不用也浪费掉 拿过来 抽上来 要抽去发电 所以 晚上就把下池的水抽到上池去 抽上来 利用多余的不用的那个电 然后抽上去 存在上面 电能换成胃能 电能换成胃能 然后到白天 尖锋发电需要的时候 把它放下来 水利发电 放下来 把它从胃能变成电 这样就把我们多余的 本来会让肺掉的电 先暂时的放放把它存起来 也是一种 另外一个呢 我说气电工生 有一些工厂 它会产生很多的肺热、肺蒸气 肺蒸气 散掉就散掉了 但是我现在希望拿做气电工生 把这些肺热、肺蒸气 然后弄起来 让它去发电 这个方式叫做气电工生 我们政府在鼓励 比如说像石化工厂 就很多的肺热、肺蒸气 鼓励他们来做所谓的气电工生 主要来做气电工生 有了这个设备之后 就会使我的热的利用效率 能够大幅的提高 大幅的提高 而且这个设备呢 因为有蒸汽、电汙之类的 它的效率也很好 效率也很好 所以我们政府就鼓励 我们要这样做 也要这样做 东西还有些别的问题就不讲 气电工生 然后产生了电 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 自己工厂需要电 如果有多的 还可以卖给台电 卖出去 然后整个呢 对环境的影响危害呢 也会降低 也会降低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鼓励这种措施 像我们的北投的困化炉 困化厂要烧东西嘛 很多的肺热什么之类的 我们就做个气电工生的设备 就是为了要能够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鼓励气电工生 就是我们的状况 OK OK